另外位于密西西比州克里夫兰三角洲州立大学今天精传枪击案 历史学教授史密特招人枪杀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同校的立名教授 正全力追砌这名教授的下落 警方表示他们现在急于找到地理与社会科学系的教授兰姆 因为警方认为他与枪击案脱不了关系 今天发生的这起枪击案让学校师生紧急撤离 警方将校园整个封锁管制出入 并且逐一清查校园 校方也决定今明两天停课 警方指出今天早上在另一个邻近城市也发生一起凶案 他们认为与兰姆也有关联 因为现场都出现兰姆所驾驶的蓝色休旅车 死者是兰姆的女友 警方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希望赶快找到兰姆的下落 以厘清案情